克里米亚選舉委員會主席馬利社夫 星期一說他正在推動下星期日 有關聘入俄羅斯的全民公投的準備工作 俄羅斯軍隊加強了對克里米亚的控制 另外克里米亚當局正在推動脫離烏克蘭加入俄羅斯的計劃 在星期日烏克蘭臨時政府總理阿彩紐克 聲言不會放棄一串的國土 阿彩紐克向支持者發表說 他們在基座集會慶祝烏克蘭私人 和民族英雄塔拉斯石普琴科誕辰200周年 阿彩紐克將在星期三 在華盛頓會晤美國總統奧巴馬 討論克里米亚的對峙局面 他有戰略意義的克里米亚半島位於烏克蘭南部 大多數居民講俄語 一名俄羅斯議員說 如果3月16日的克里米亚全民公決支持加入俄羅斯 克里姆林宮將撥款11億美元 用於重建克里米亚工業的基礎設施 經歷 《聖劍作》 每項目的鬼 感谢观看